这几天啊,这个很多媒体不是在纪念,包括一些自媒体啊,油管的什么公众号啊,自媒体啊,都在纪念 活到一百岁的上海老影星秦怡 秦怡确实是非常有名啊,是缺姐的父母 就他们年轻的时候看着啊,这么一个光彩照人的女明星 缺姐对她的这个印象就停留在她演的那个电影《雷雨》里面 其他的对她就没什么印象 就缺姐啊,看她的以前的访谈呢 哎呦,就是把她那个女儿啊,就说她女儿不乖,不来伺候她啊 说她女儿长得矮,她呢就长得挺高的 包括她的前夫啊,她跟这个前夫上的这个女儿呢 就她前夫也是挺高的 你想啊,如果说你和前夫都不矮 只有你这个女儿特别矮,这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意味着你在她的这个成长发育期之前 没有给她足够的营养呢 那是谁造成她没有足够的营养呢 难道不是你们这些父母做父母的人吗 而且呢,这秦怡啊,她是有这么一个精神病,精神分裂症 还打爹骂娘,经常打她 她还忍着,哎呦,我就让你打啊 我的好大人会打我了哦,好聪明,好厉害哦 她就这种爱屌的这种,她就是啊,秦怡就是这种爱屌的典型的屌丝骂 就晚景凄凉啊,你说什么,抱怨她女儿不来照顾她 死活就不搬过来跟她一起住 那难道不是她自己重男轻女自找的吗 她女儿啊,生下来才四斤多 但是她女儿是健康的 你说呢,你作为这个孩子妈呢 你说把女儿好好带着 让她健康快乐的成长 哎,她呢,放着健康的女儿不带 非要把她这个有精神分裂症的 跟这个二婚的老公生的这么一个残疾儿子 属于天残,她不只是她的天残 是真正的意义的天残啊 天生就有自闭症啊,精神分裂症啊 这种儿子当成大活宝了 你说活该她女儿不来照顾她 这个女人呢,一旦爱掉 缺久看这么多例子了啊 就没有一个说你晚景不凄凉的 不孤独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女儿啊,你一旦在她童年剖弃她 以什么工作忙的借口 你扔给别人随便养养 小女孩如果是被别人养 大概率呢,是要被虐待的 跟小男孩被别人养还不一样 小男孩被别人养她哪怕也是一个刁钻刻巴的啊 她也不敢随便的虐待 为什么呢 她知道小男孩一旦长大会要报仇要揍她的 她知道小女孩长大后不会揍自己 不会有代价,不会有后果 为什么很多这个亲妈啊,重男情侣亲妈就拼命的虐待女儿 她不敢虐待她的好大儿呢 一个是她爱掉 另外一个呢,她哪怕有力气太不敢发泄在儿子身上 因为儿子长大后会揍她 甚至杀了她 这就是暴力的威胁值决定了人家对你的态度 当你呢,就是说你作为亲妈啊 你说你以什么工作忙的借口 你把你女儿扔给别人养 可你儿子呢 你生儿子之后你工作就不忙了吗 你把你这个儿子可是八十八年 他是残疾人啊 他连大口便都不能自理的 你可是给你儿子洗澡擦屁股 洗屁股整整洗了六十年呢 伺候你这好大儿伺候六十年 你说你这么重男情侣 他怎么可能不愤怒呢 然后呢,这个亲衣还抱怨他女儿说什么 哎呦,什么长得个子又小了 什么这个人谈恋爱搞对象 结婚又不听劝啦 说他找了一个就是以带这个农村有老婆 有孩子的这么一个二手货啊 说他女儿呢就拼命的要结婚啊 就不听他的劝 那你想他做的这么错误的决定是因为什么呢 难道不是因为你把他童年抛弃 他一直活在愤怒的情绪里吗 愤怒的人呢是没办法做出正确的判断的 尤其是在他年轻的时候 当他被自己的这个情绪所绑架 所左右的时候 他永远都做出错误的决定 他没办法拒绝任何一个人来接近他 来陪伴他 因为他太孤独了 你说如果说你这么重男情侣 你把女儿给抛弃了 尤其是在他童年 你还不如说那他成年以后 他已经长成一个有自己的生存能力的这么个女孩 你再把他抛弃 那还是两个事 你这小女孩你把他抛弃 他在童年过得那么坎坷 大概率是被人虐待过的 他这一生啊 基本上都活在这种 自我价值感特别低的 这种自我认知里面 他的认知都已经出现扭曲了 你想他怎么说 靠着他自己这个正确的 就做出正确的选择 那肯定啊 不管是婚业也好 还是职业也好 他大概率啊 都会失败 你说你还指望着说一生都在失败 一生都在这个试错 纠错永远都在这个纠错的这么一个女儿来伺候你 你又没有在他的童年照顾过他 可是你却把你的好大儿一直不间断的伺候了60年 他怎么可能说给你养老呢 他怎么可能还说在你老年都给你做你的小棉袄呢 你做梦吗 所以说缺姐就奉劝这些屌子妈呀 就种男青女的屌子妈 你哪怕再蠢啊 你也不要说在你女儿小的时候剖弃他 你至少把他养到他成年以后 那个时候他这一生啊 他做出的选择和判断 偏差的概率就会小很多 你最起码得扶他一马 扶他到这个正确的职业路上 扶他一马 扶他到正确的这个婚恋关上 你扶他一马 这个时候他一生顺遂的时候 他就会感激这个妈在他的早年 在他的早期生活里你是温暖过他 给他过爱的 你保护过他 他那么小的时候 你让他历尽人间的仇恶和坎坷他怎么可能对你有回报呢 他怎么可能说感恩你呢 这种是不切实际的 这是违反人性的 秦姨还好意思你说当个大明星你还不懂人性 你还好意思公布全天下对全天下人说你这个女儿不孝 哎呦 然后呢这秦姨啊还死在了一百多岁 一百岁死在了孤独寂寞里面 这谁找的 这不自找的吗 你何至于呀 是吧 你何至于这样呢 可能呢是觉得呢 秦姨觉得全中国人呢都是傻逼啊 都看不出他这点够等 但缺姐呀火眼金睛啊 缺姐可不随大六说夸你什么伟大的母亲 你他妈伟大是对你这个屌子伟大 你这个残疾屌 就这么一个残疾屌 要是缺姐啊 作为就是说自然选择啊 优胜劣汰 从基因传承的角度来说 缺姐只会说把这个女儿当成宝 因为她是健康的至少 这儿子还是残疾 我缺姐甚至会放弃他 会把他扔掉 因为他残疾 他这个基因他就是缺陷 他对人类 对这个世界 对这个家庭没有任何价值 而且儿子在这个男权社会里 他也没有什么养老价值 我为什么要这么爱掉 我说我要把这个 从这个咱们从这个优胜劣汰的角度啊 缺姐又不可能说选择 哎呦 我们看为了表现自己伟大的母亲 要把这个儿子供起来 当祖宗 这个还经常打他 经常的殴打他 虐待他 他精神分裂症 他有精神病啊 这种你说你 你说你女儿的最起码 她心智健全 她身体是健康的 这种人 她是不想到自己后果的 她也没有说看透这个人间的啊 就看透这个人情世故啊 看透啊这些 就是说你最起码通胃有价值的事 你得做一个 就是说哪怕你选择孩子 就从人立即的角度 缺姐就哪怕从立即角度 也绝对会选择女儿 也绝对不会选择这么一个 这个基因有问题的儿子 他对我来说没有任何价值 这不活该啊 你说你孤独一生 孤独老去孤独终老 你就活该 缺姐就只能说活鸡巴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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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